呃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介绍下霸材自营软件的条件预警功能 那点击软件上方的条件预警按键就可以震入到设置的界面 条件预警功能呢分为三部分 价格预警公司预警和划线预警 价格预警呢是设定一个数值当商品的价钱得到设定的数值呢就会发出一个提亮 公司预警呢是设置指标条件 当商品的指标符合设定的条件那时 它就会发出一个提亮 那最后一个画线预警 是通过设定一个画线 当股价迁过就是画好的预警线那时 它会发出一个提亮 那下面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每一个功能 跟设置这三个预警之前呢 大家需要点到最后一个提示设置里面 设置一下那个提亮的方式 这里可以选择就是某相应 系统相应或者自定义相应 一本就使用那个系统相应就可以了 点击一下就可以选中 那下面这里选择是否弹出对话框 就是当前这个画面 如果这里选中这个选项的 那当有预警提示那时 这个画面就会弹出来 那这个状态难提醒 如果选中呢 那有预警提示那时 右下角的位置 就是这里有一个铃铛的一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文字弹出来提醒 大家这里就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提示 进行一个选择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价格预警 价格预警的用法比较简单 单击一下这个价格 然后跟那个框里输入那个商品的代码 比如说这里我输入那个THSIC0 这个是横置期货档列传入的代码 那输入之后呢 按键盘上面的inter键 或者用那个视标桑极 就可以将这个商品加入到那个代码列表里面了 那加入后之后呢 就会提到那个商品的作修价 点击这一项对应位置的价 就可以设置那个价格了 比如说这里上坡价 就是说你可以设置一个价格 当商品的价格大于这个你设定的数值那时 它就会提醒 比如说这里我设置一个两万八 那就是说如果那个幻子的期质 价格大于这个两万八 这样呢它软件就会弹出一个提亮 那提亮的时候呢 就会在下面那里具体列册 就是符合预警的商品的名称 代码 和价格 成交量等资料 这里呢它同样可以设置一个下坡价 就是股价跌穿设定的数值那时呢 连接来会有一个提示 比如说这里可以设置一个两万七 昨天就加入去了 那后边的日涨峰日跌幅 是对那个商品的涨跌幅的一个设置 抽策上呢和前面是一样的 直接点击那个对应的格子 就可以设置了 那设置后上面这些条件之后呢 最后就是要多一步就是下面这里 要勾选这个开启预警 这样那个预警才会开始就是运行 以上就是那个价格预警那个抽策步骤 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公司预警 公司预警呢可以根据指标条件 镇下一个设置 如果那个商品的指标状态 符合你设置那个条件 那软件就会弹出一个预警提示 那首先这里呢 一样是K那个加侯 先设置那个组合 就是说哪些股票 都要镇下一个公司预警 可以先将它放在一起 那盟型呢 一般大家添加的自联股 都是放在那个我的自联里面 可以直接就是K一下那个我的自联 就是连叠这个组合来镇下预警 然后呢 点击那个预警公式 对应位置的格子 连叠就是需要预警的公式 那常用的巴塞特色指标呢 都是放在这个其他认入里面的 比如说主力七货 主力吸筹 主力吸筹 冷占七基等 除了这些罢材特色指标呢 它有一些常用的 比如说EMA 它是放在那个滚线型里面的 EMA SMA 正常的EMA 都可以跟这里找到 那比如说还有RSI 是属于超卖超卖型的 可以跟那个超卖超卖型里面找到 RSI的数值是低高于某一个数值 都可以阵限设置 还有常用的MACD 是放在那个窥四形里面的 MACD 金叉 或者蹄叉 在这里找到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找 那这里呢 我们就按照主力吸筹 和EMA 金叉 作为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就跟这个其他型里面 找到那个N人类 存在主力吸筹大约M 单击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提到 它将这个公式已经加入到 那个格级里面了 加入后之后呢 它那里会自动 就是会弹出那个参数 就是这个条件 它会用到那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五和十 就表示 预警最近五天 七月那个主力吸筹 大于十的商品 那如果有商品 最近五天的主力吸筹 那个尺 是高于十的 那这个商品 就会符合条件 那个预警 预警呢 就会七月在下面那个 这里 后来这里有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表示 预警所使用的周期 它门人设为五分钟 就是表示 已经五分钟的图像 上面进行一个预警 这里你可以卡一下 切换成其他的周期 好 这些后来这些内容之后呢 就可以卡一下这个状态 将这个状态又停用 切换成其用 那這個條件就已經適合了 那最後一部一樣是偶像這個科技預警 那有時候如果想多個條件一起預警 那可以再點擊一下那個預警公式對應的格子 點擊一下它一樣會彈測那個列表 可以再添加多指標 譬如說我想在主力溝槽的基礎上再加一個EMA 檢測 那你就去到那個軍隊人裏面找到那個EMA 檢測一下 這樣檢測完之後可以提到預警公式裏面就會多出一個指標的變項 就是這個F28 中間其實是用一個N的符號來連接的 就是表示現在兩個條件同時都加入去了 那如果想設置第二個加入那個條件的參數 可以點擊那個公式參數的格子 進來之後這裡是可以鎮定一個選擇的 你就可以選擇對應的選顧公式 然後再設置它的參數就可以了 設置完那個條件之後呢 設置完那個條件之後呢 一樣是最後一個一樣是卡開那個飛機預警 那如果呢你設置了這些條件之後 你不想要它了 那你就可以卡在最後尾這個 刪除那個格子 卡一下 然後抗認 它就可以把它刪除掉了 最後一個呢是那個滑線預警 滑線預警不需要就是特別的設置 就是有兩年不需要進行設置 只要回到那個商品的街面 商品的街面上方有一個預警線的那個按鍵 卡一下那個按鍵 它會彈出兩個選項 那我們選擇一隻它是畫直線 它的功能呢就是你跟圖上面畫一條線 如果那個商品的價格穿過這條線呢 它就會有一個提示 譬如說我上那個商品的高於前面的高價那時候出現一個提示 那我就可以跟前面這裡畫一條線 畫完之後它會有一個提示 就是提示你那個預警線維持的時間是親日 如果七日後之後呢就是你沒有重新設置 它就會消失 然後呢如果就是那個親人類 你將那個軟件關掉 其實都不會震下那個提示的 只有開著那個時候才會提示 那如果呢是你之前的那個條件預警的版面裡面 就是沒有開著那個開著預警 它會提示你開著的 那這兩條Case就開了 如果呢你是已經開著了 它就不會有這個提示了 那這樣現在我們就畫好了一條真實線 如果後期這個商品的價格穿過這條線 它就會跟剛才那個條件預警的版面裡面 它就會彈出一個提示了 可以看到這裡就會記錄 我們在哪一個商品上面 是有設置過那個畫面預警的 那以上呢就是那些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個內容了 感謝大家的一個收聽